Omicron病毒的傳播真是越聽越得人驚 先前則如沖學資源幼稚園君豪校 有一位26歲的女教師受到感染 即是13072號個案 曾經一度這個個案被列為不明源頭 不過經過分析之後 衛生防護中心就發現 這位女教師的全基因分析 和感染了變種病毒Omicron的43歲的巴基斯坦籍婦女 是百分百一樣 所以列為有關群組的感染 百分百基因相同 根據許樹昌教授所說 她們一定是屬於同一個群組 這一點就無可置疑了 不過這位女教師跟那位巴基婦人是毫不相識 也沒有跟她有任何聚會 究竟是怎樣受到感染的呢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經過追蹤個案之後 就發現這位女教師是坐過地鐵上班 而這個巴基婦人有兩個兒子都是染了疫的 分別的個案就是13067和13069 這兩個兒子每天都是乘地鐵上班 在1月14日那天 這三個人就在相近的時間 在美孚站A的出口出入 一個入一個是出的 大家是相差9秒 所以是有機會在地鐵站裏面的隧道相遇的 但是隧道中間是有鐵欄的 這位教師跟這兩個小朋友應該是沒有近距離的相遇 更加是沒有直接的接觸 還有三個人都有佩戴口罩 而佩戴口罩的方式也是正確的 沒有說戴得歪靈歪稱 又或者露出了一個鼻孔是沒有這些現象的 這樣都可以傳染到 是不是聽起來都好得人害怕了 有專家說如果隧道的通風是較差的確 是存在在空氣傳播的可能性 而港鐵當初興建的時候 通風規格是未必好像醫院 以及其他的高危地方 可能只是足夠應付所需要的人流 換氣量也未必是特別好 而這兩個學生同時排出病毒 而隧道的環境又較為封閉 加上距離又較長 帶著病毒的空氣在一至兩分鐘之內 未必可以完全消散 如果情況確實是這樣的話 真的都很防不勝防 是令到大家感到極度無奈 沮喪 大家都可能會問我們能夠做些甚麼去防止感染 相差九秒 地鐵相遇 一出一入 沒有直接接觸 戴好口罩都可以中招 這個實在令人感到很氣餒 大家抗疫都抗疫了兩年多 已經感到相當疲累了 加上這個個案 可能逐一說一句 大家會覺得好無忍 大家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盡量避免去到人多的地方 特別是在高風險的時間 但不能避免不搭公共交通工具 不是人人都有私家車代步 如果要搭交通工具的時候 真的唯有帶多一個布的口罩 減少外科口罩在臉盒上露出的胸隙 防止病毒趁著胸隙進入我們的身體 還有也要說一句 盡快接種疫苗 我知道部分觀眾對疫苗仍然有抗拒 不過世界數據都告訴我們 藉著疫苗的接種能夠減低病毒入侵 以及人致嚴重病情的機會 現在疫情已經是接近失控的邊緣 為了減少人流 其實政府真的很應該 起碼在這個時候 帶頭推行家居工作 真不知道這個政府還在等甚麼 巴基斯坦婦女檢疫酒店交叉感染群組 亦都引發了葵聰邨日葵樓的超級傳播 今次超級傳播最新 最先確診的是日葵樓的一個79歲的男居民 他是入院照搶鏡之後檢測發現是陽性的 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發生的話 可能到現在都還未知道在那裏出現了群組的爆發 之後不是和他同層的一位53歲的住客 國泰航空貨運站外判產貨員都確診 另外到訪過那裏的一歲嬰孩都確診 在這班日葵樓的患者 驗出群組 帶有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 BA.2之後 才發現 原來這個巴基婦女的丈夫 即是13064號個案 原來早在今個月的13號 是曾經去過一攜樓 六攜樓 和千攜樓的垃圾房收集物件 再到南昌街的攤檔收賣 相信爆發是和這個個案有關 攝氏的垃圾房是沒有上鎖的 裏面有清潔工人 休息 他們會在那裏聊天 在那裏進食 可能患者 入垃圾房後傳染了清潔工和保安 而清潔工和保安 是會在大廈每層都去的 經常都要上上落落 現在那個大廈有 15名居民和一名保安是現役的 遍及有11層的12個單位 全部都是分散在不同的座向 這座大廈 無疑已經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超級傳播 但可惜我們現在香港不夠檢疫撤司 去隔離這間大廈2500個居民那麼多 現在我們政府 連去安排他們在家居隔離的能力都沒有 因為你要他們在家隔離不讓他們出來 都牽涉很多問題 包括送飯等等 諸如此類的 工作是需要做的 工作是很大量的工作 雖然這樣做 起碼是家居隔離 都是一個較穩妥的做法 現在政府唯有在未來幾天 要求居民每晚都做過檢測 第二早上 陰性才可以外出 袁國勇教授勸喻所有的居民 那裡的居民最好不要離開 如果不是的話 就很容易將病毒帶到不同的地方 又說如果沒有足夠的鐵面口罩 再提大家要戴兩個口罩 教授說 Omicron的傳播力是很驚人的 如果控制得不好 是會傳至全社區 我們唯有希望政府在未來數天 會盡快增加隔離設施 第五波的疫情 看來越來越嚴重 非常之嚴峻 可能需要安排一些有效的家居隔離 來應對這麽兇險的疫情 大家最緊要小心保護身體 千萬不要氣慮 繼續同心對抗疫情 大家好 大家好,我們是 Ciesta 你現在在看的是Steven King的頻道 今天跟Steven聊完 我覺得他的認量很討厭 而且我們自己認識了大家更加多 更加知道大家心底在想什麼 其實在維萊組樂隊是玩音樂 沒有談得那麼深刻 今天在Steven的聊天之下 有多刮到我們很多內心出來 謝謝他 那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我們最近很認真地去工作 很認真地去做音樂 我們很少一個交心的時間 也有一點疲倦 那今天就很好 我們回憶我們如何相處 我們有什麼對大家很深刻的地方 令到我們好像找回一些錯綜 所以我們會保持著加油的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令到 好像聖劉伊利正這樣說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令到我們回憶 原來我們曾經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就是我們一直在移動的時候 好像忘記了曾經 我們在一起 不僅是為了組樂隊 而是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在裡面 還有我覺得這個節目真的很棒 因為它真的給了我們很多正能 就是我們現在完成了真的很開心 我們每個都 大家都笑口呆呆呆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節目很棒 大家記住一定要看 是 還有呢 這個場地我們也是第一次這樣 就是平時我們表演都是一口氣 這樣就表演了一些歌 但是這次是很特別的 可以表演一首歌 然後聊聊天 我覺得這種方式是我們的新嘗試 第一次 而且很開心 一開始我沒見Steven之前是很緊張的 因為要見一個大前輩 他已經很害怕 但是他一來到 很有笑容地跟我們打招呼之後 我的心又定了 加上他的聲音很好聽 然後我就一直聊天的時候 我後面的表演就沒有那麼緊張 是 所以很開心 我想補充一下 其實我也有留意Steven的頻道 有時也會看看他對於時事的想法 然後兩家四 會不會也會跟我們問一些很深入的話題 他也有的 但是主要是跟我們探討我們個人的內心世界 也很感謝他這樣給我們機會來跟我們做這個訪問 又可以玩到我們自己的音樂 而且也提醒了我們要無忘的初心 所以很感謝他 還請我們吃榴槤 最後也希望大家除了支持我們Fiesta之外 也要多多支持Steven 還有其他很多不同的頻道 希望我們有機會再見到 Bye Bye 記得訂閱他的頻道 還有Like Share 對啦 Bye 今天就是這麼多 我喜歡這裏講完這裏散 在這個散場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Mr.Expand 植物科學防疫噴霧四維噴 讓他裏面的齒子提取物 將飛沫細菌病毒 對聽的 不對聽的 通通消散 那就放心吧 Mr.Expand 結痺主義 好主義呀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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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